朱棣除了立朱高赤为皇太子外 还立了朱瞻基为皇太孙 一般皇帝在确定处位的时候 都会只考虑自己继承人的问题 不会考虑儿子继承人的问题 毕竟儿子的继承人 应该由儿子自己来考虑 他不能把儿子的事情都给干了 但是朱棣因为特别喜欢朱瞻基 还真就把儿子朱高赤的事情也给干了 其二 朱棣其实一直不喜欢他的长子朱高赤 他觉得朱高赤太旁 与自己上午的性格完全不像 他最想传位的是他的二儿子朱高旭 甚至一度亲口告诉朱高旭要传位给他 但是由于朱瞻基的存在 最终朱棣还是立他不喜欢的长子朱高赤为太子 朱瞻和儿子朱高赤 他们两父子 创造了历史上堪定文景之志的人宣之志 为大明江山此后的辉煌奠定了